Hello,大家好,我是小浩,欢迎来到Rolling Hills 大家好,欢迎大家 今天又跟我还有Josh来看一套非常特别的房子 可以看到刚才教室在下面已经等我了 路过一个长长的车道 包括现在身后这个景观 后面就是能看到远处的洛杉矶 downtown的楼 可以看到门口这边进来的地方 我们车道的地方是有一个自己的铁门下来的 通常这种院子的房子一进都是不得了的 今天这种房子是在Rolling Hills 离PVEStay很近 也是比较临近海边的城市 房子的房屋的数量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4个卧室,7个卫生间 室内面积8271平方英尺 亮点在哪? 占地7.5个英亩 7.5个英亩的占地 这是咱们至今为止看过的房子 占地最大最大的房子了 可以看到从上面下来以后 路过这个小的占桥 锦礼 这两个锦礼池还是通着的 很漂亮 可以看到这些锦礼的大小 还有小的鱼苗看到没有 对 上面这种小的荷花 莲花 这一进门给人感觉 今天这个房子给人感觉 非常非常的惨意 而且我们从自己的私家车道 下来以后 刚才教室也有拍到 有一个专门的客人的停车位 在这边我会停个三四辆车 是没问题了 当然长长的车道都可以停车 可以看到停车位是非常足的 搞一个party 私人的event都是可以 进门开始就是你的院子了 所有都是它庭院的一部分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景观 可以从这边已经能够看到 它院子的一角 可以转过来 给大家看一点这个方向 这已经是开始它的庭院了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感觉下面就是悬崖了 我们先从这边长长的车道开始走 看见这个垃圾桶 刚才来的时候就想说 今天正好是捡草 园丁来捡草 你说它园丁来这边 咱们家里捡一次草也就一桶吧 这就十几桶 你说这个院子它捡一次草 要多少桶的这个绿植 这个捡草费我估计都非常不得了了 对 那么从这边过来 首先应用眼前的是车库 这是一个四车位的室内车库的停放面积 那四个两个车门打开以后 里面一共能停四辆车 室内的空间也是足够了 你就说教室如果从 这还没到正门呢 你看我从这个铁门下来车道 停车到门口停车位 再到正门都要走多久 锻炼身体 真是 你看从这边铁翼的小桅杆围起来表示 进入到正门的区域了 它这只是正门的一个相当于正门的小玄关的位置 还不是真正进屋呢 看门口这个树 这得多少年的树了 很漂亮是不是 对 真的挺不得了的 像这种东西 那么从这边两边的绿植 就是维护的非常好 这是一个1984年的老房子 你敢想象吗 1984年 它维护的这么好 这周围都是它的院内 室内 看看这大面积的绿化 这可能是咱们见过绿化最大的了 从这边侧面 可以到它房屋侧面的绿地的地方 我们一会儿为大家展示 先从这边 我们可以先到房子正门 可以看到教室站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正门 这个木质这种人字顶 有点像那种大雄湖山上那种木屋的感觉 是不是 是 但它就是一个大平层 像有点像酒店的进门一样 对不对 对 OK 我们现在走到这个门廊的下面 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那个年代韵味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下面这些木质 包括这个大灯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然后这种红色的砖 首先进来是一个双开门的地区 进来以后先到了哪 是它玄关的位置 就一进门的 也不能叫佛院 它毕竟是一个一层的房子 真的很漂亮 下了一个铁翼的水晶吊灯 这种纯木质的房顶 真的是非常好看 对不对 来 全部都是木地板实木铺设 而且很难想象 你说它这个房子上次装修几年前 20 30年前 对 你看木地板新的程度 简直就跟刚装的一样 而且一进来以后 我的右手边先有一个客位 这个客位就是给一般客人使用的 马桶的空间都有 教室可以进去给大家看一眼 它的Sink的盆 很漂亮是不是 就跟那种酒店一样 而且里面还有小屋没看到吗 你看它的马桶的屋子 壁纸贴的颜色 这算什么墨绿色 非常的有特点 就有点像咱们上次误打误撞进的 墨西哥人的那个hotel餐厅 你还记不记得 有点那个感觉是不是 就那个年代的感觉 来 我们从这边楼梯下来 楼梯下面都是有这种小的浮灯的 很难讲 像你说二三十年前的装修 它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已经装到位了 确实是很难得 往这边过来 首先进的地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空间 一个室内的SPA 还有一个小扶梯可以下去 热水泡热水的 这个可能专门就真的是泡脚用的了 是不是 因为他们说 以前的老人家两个人腿脚都不好 喜欢自己泡泡脚 泡泡澡在室内这样 而且最有意思 它SPA的地方出来以后 你看上面这个skylight 真的是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天窗 然后侧面就是旁边的侧员 这个就是从刚才我们房子正门侧面的走道 走过来到侧面这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座的区域 它真的景观太多了 每个地方都好坐 因为绿化也够 下来以后身后是主卧室 所以它SPA就是出主卧室以后 先在房子门口 有一个小PAS SPA 旁边还是office 从来没见过 没错 紧接着到这边 就是它的office了 它的office是这种双开门折叠门 全部推开打开 空间非常非常的好 上面都是这种木质的顶 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全部包裹 360度地面墙面 包括屋顶 全部都是这种石墓做的包裹 然后柜子全部都已经打好 非常的漂亮 真的再要提这句话 真的二三十年前 能把装修房子装成这个样子 太不得了 不容易 而且这边也有自己的小门拉开以后 就可以到后院 在这边我办公室坐在这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后院景观 乃至远处的海面沙滩 一个小角是可以看到的 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 难得放晴 我们紧接着从这边出来 你看看它这是滑轨的 两扇这样拉开的 下面是锁了 这样它能完全合上 OK 而且它特别有意思 它在这个木地板刚才仔细看 它为了能让它扣得住 它在屋地板固定的位置 有两个小槽 正好这两个小槽 严丝合缝 就是为了固定这两扇门用的 所以它很多这种装修的细节 做得非常的到位了 那么紧接着看身后这边 到了它主卧室的区域 主卧室进来以后 先不是床 先是一个主卧室的休息空间 因为我们之前有说 它是一个大平层的设计 挑高是非常的足够的 小拉门拉开以后可以坐到后院 笑秋千椅 这个有点童话的画面的感觉 是不是 说跟自己家里的人和自己的孩子 出来主卧室坐在秋千椅上 荡一荡的感觉 这个画面真的太漂亮 而且看着远处的这些景色 尤其是晚上城市的灯火 一点亮以后更不得了 身后这边一个小小的水疤 一个小的冰箱 是吧 然后一个壁炉 通过这个小的主卧室的休息区域以后 我们紧接着进来 那个壁炉和这个是通着的 紧接着我们就到了哪儿了 这是主卧 真正的主卧室睡觉的地方了 很漂亮是不是 不是 跳高的设计 非常大的一个床 壁炉 电视 底下放木柴的篝火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窗几乎是一二三三面的采光 拉门拉开以后 同样能到教室身后的壁炉 从这边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 所以壁炉是从哪儿能过去 就是office和主卧的 Living space 还有主卧的卧室 三扇门打开以后 全部都能走出来到这个空间 往这边一坐 这个感觉太漂亮 舒适 尤其是 这要是给一个望远的镜头 就坐在这个位置 主卧房早上开门出来 就看这个画面 今天还不算停了 真的是太漂亮 我觉得这个房子才真的是 有味道有故事的房子 而且完全不用考虑私密的问题 对吧 对 完全没有人看得到你 因为刚才镜头里面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几乎是 你在镜头里面都看不到下面的房子 那更别想下面的房子 能看到你这屋里面了 主卧室为大家介绍 主卧室为大家介绍完以后 我们现在从这边睡觉的地方完了 他的卫生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有特点 刚才差点忘掉 两个男女是完全分开的 各有各的门 从这边过来 先是女士的 这都不是开灯 这都是skylight 对不对 你看他天窗进来以后 他卫生间里面的装修的细节 这个台面 这个花 这个小砖 而且进来以后到这边 坐在下面的浴缸 真的是非常不得了 正好两扇 这个是窗 那是拉门可以走出去的 它等于是一个落地的按摩浴缸 对不对 来拉回来到这边 打不亮了 进来到这边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衣橱了 因为里面现在比较杂乱 有些东西刚清走 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木质的材料 打的这些衣柜隔断 也非常的好看 我们从这边再过来 紧接着看男士 完全另一个门了 女士在这边 男士在这边 另一个门打开进来以后 里面是它的衣橱的空间 这是它的sink 转过来以后马桶 卫生间 而且它带个电话 这个我是真不明白的 你说说 一门日期 shower的地方 可以走下来 这个设计我觉得对有年龄稍微大一点 人就非常友好 是不是 完全不需要迈过来 然后这边浴缸 你也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封起来 改成一个浴缸的空间 然后大量的这种偏景 natural light采光 我们从这边出来 正好回到了哪 泡澡的地方 室内的jacuzzi的地方 是不是 对 这个真的是太会享受了 我觉得 反复的 都是 这种主意 我只在我脑海里出现了 就是说在自己的家里面 室内装一个spa 知道吗 但真没想到 真有人能把它实施出来 是不是 来 紧接着我们就到了 这个区域 就不得了了 这是它的餐厅以及会客厅 和它的小酒吧的位置 包括一盒厨房 给大家介绍 首先是餐厅 餐厅上一个挑高 非常大的一个channel layer 也是这种铁翼 还有这种水晶玻璃 还有这种吊灯的设计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头顶上是啥 我头顶 Elec 是吧 木板 对 整个屋子木顶全是木板 隔热隔冷肯定非常的好 所以为什么84年的房子能维持的这么好 我觉得跟这些有原因的 很多细节的很用心 那么紧接着到这边 是它的一个小的酒吧的区域 非常有年代装修的特点 这种黑色重色深色的这种装修 后面这种酒的展示柜 小型这种金色的小把手 小酒柜 包括小黄虫的洗杯子 洗手洗碗子 小池子 真的很漂亮 还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而且它小酒吧 就是从这边我来看到 它是围起来的 它是比它客厅的面积高起来一块 然后一个纯木质的楼梯围起来 到了它酒吧的空间 而且它酒吧的吧台 不光是 因为咱们现在的吧台 很多都能见到 就是那种石料 直接铺上来 对不对 下面低上面高 但它很用心 它外面的用的木框 木边 在石料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包裹 这样会让你觉得更加的稳重 就这样更像那种男生 咱们以前去的那种老的 那种酒吧的这种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Picky Blender什么浴血黑帮 那种老的那种bar 英国的那种bar 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 然后很用心 家里的酒吧没有马虎 小池能给它看到下面吗 是 小池的角度看得很明显 对不对 脚踩的地方 对不对 最喜欢这个东西 对 就是去酒吧喝酒 人都知道 就有个脚搭是很舒服的一个东西 但一般家里面酒吧 很少有做这个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就很多的东西 这个房子就是 你可以不做 可以 但你做了就更好 但你做了就更好 对不对 我们紧接着过来 你可以看到 虽然是84年的房子 所有东西都是数字化 这个操控 已经升级了 做得非常非常好 紧接着我们倒是哪呢 就是它客厅的一部分 做了一个分割算是 对不对 这是一个小型的会客厅 也不小了 只是相对而已 对不对 同样挑高 这边正好能看到小阁楼 上面的空间 对 一个大的 一个真的是烧火的 FIREP 因为那个年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同样 全部木质的顶 以及窗户 又怎么样 全部后侧都是这种大的落地窗 因为它的景观是180度景观 对不对 随时我在房间的这一侧的任何一个角度 撇出去一看 就是City View Skylight 对不对 Downtown LA 往那边还能看到海 哇 它这个房子一下看了这么多东西 是不是 通常看海都看不着City 看City也不看不着海 但它全部都能看到 房子大有房子大的好处 而且得益于这个房子的窗户 就是这一侧 它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对不对 已经说 可以说你到哪 你不开灯开灯 我觉得几乎是一样 对 那我们穿过这个区域紧接着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漂亮 正好叫是那个位置 给大家展示 你看这个大壁炉 这个整个一个大的结构 以及上面的柜子 还有上面那个红色的砖 凸出来的小块小块做的点缀 就这一块 当时我看这个房子照片的时候 我就被这张照片吸引了 我觉得真的是好漂亮 就是这个温度和这种感觉 能给房子带来感觉 就是现代的住宅见不到了 我们现在看了很多这种偏现代的住宅 是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的 紧接着到了它这一部分的会客厅 比刚才那个要大很多了 是不是 这主会客厅了 对 得利于它这个挑高 以及全木的这种包裹 角落那边 就要是刚才路过之后 也看到了一个钢琴 而且 董钢琴的应该都知道 这是什么 他自己弹的 他是可以编好了曲子放进以后 他自己就弹了 自动弹的钢琴 真的是很用心 他整个就是为一个非常大的 作与internate的感觉 这个给我感觉像很像是那种 总统 美国总统那种级别的人物 去度假的那种度假屋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 就很chill 很安静 隐私很好 然后非常好的空间感 以及包括所有它室内的这些分割 你说餐厅下来 它坐楼梯下来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但它用木围栏围起来了 对不对 而且这个木围栏再次说 30年前的装修这么新 这个细节无可挑剔 我当时来之前 因为我很担心 它84年的房子很多细节 我没办法跟大家去展示 但来了以后发现真的 哇 真的很漂亮 所有的细节非常好 包括我现在踩的地毯 下面那个cushion 对那个缓充电 还非常的弹 教室也能感觉到 就明显是保养的非常好 或者是定期有更换才会是这个样子 那包括下面的这些出风口 木质的casing 大量的实木的材料使用 现在的现代住宅里面 真的真的是看不到 是不是 对 来 紧接着我们上来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包括有大量天井采光的一个早餐区的区域 这个区域的话 我觉得作为早餐厅来讲已经是足够了 包括它这边两扇玻璃后面一个拉门 坐在这边 小食机上面 看着后面的这些景观 我在这边吃早餐 真的是非常完美 对不对 对 还能看见后边的游泳池 这游泳池也看得到 真的是 而且很多小的细节 墙上挂件不说了 所有的灯它都有标识 以及 看这种小柜子 这种很多小的这种 design的设计 真的是很少见 包括下面你看 那啥 speaker 你看不到是不是 因为它没有看上去 它把屋顶弄得非常的干净 对 它全部都藏在了周围这些地方 而且全部都是用这种木质的颜色 或和木色很贴近的颜色刷涂 所以你感觉不出来它存在 但它所有的现代的功能都有 对不对 那紧接着我们过来可以看到 这是它厨房的地方 厨房的尺寸 作为一个7000多尺的房子来讲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看到空间足够大 双sink 这边是第一个 冲着外面 对不对 一个小的serve的吧台 那早餐我从这边递过去 孩子就吃了 这个感觉 这个画面感 那以及这边大量的实木橱柜 built-in的冰箱 也是用这种同样的木板做的casing 非常漂亮 然后以及 这是一个conduction的电磁炉 cook top 刺扇 它全部都是包起来的 是 而且周围还是用这种小花砖做了设计 就是你这么过来给大家看一眼 近景拉过来 通常这种电磁炉做的很丑 它用这种中央的裤子板以后 它每一处的细节 中间隔断的地方 用这种小的花砖做了铺设 然后它等于是在台子上切出来了一个异形的切口 这个石料上面 OK 很用心 很用心 然后最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后子 黄铜的 太好看了 是不是 我就觉得厨房就应该有这种特别欧洲 意大利 罗马那种感觉的厨房的后子 而且你看它亮漆的面上就好干净 你看这后子的柄上面这边 是不是 这是40年的房子 这不敢相信 1984年的房子大概30多年前做的装修 你说能到这个程度 来 我们从现在这边过来 可以看到它房子的所有的很多小的细节 你看 包括它壁上面的角落的地方 还有这种花纹花雕座的支撑 真的很漂亮 就这个房子 我觉得之前的房主是真的非常有品位 你想那个年代能做出这种房子 我们往这边所有石料的台面 即便那些石料到现在看 也是非常漂亮的颜色 一点也不过时 但是这种小的花砖非常有那种西班牙风格 只不过颜色是白色 西班牙是更跳一些的颜色 但这种小花砖现在没人做了 为啥 因为这种花砖手工一个一个贴 马赛克直接一贴贴一片 省事 对不对 来这边烤箱麦克味都是非常新的 Dermazor的牌子 对不对 也都是非常up to date 然后不光是有一个电子炉 还有传统的gas top 对不对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同样的后子 也是这种雕花的铜制的 这个比我觉得比包木头的好看多了 好看太多了 就感觉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就真漂亮 你看它的门都是 都是这种铁花的玻璃 给你看pantry 生怕你不知道这个pantry 里面包裹一下 它真的很多系 它完全没有马虎 你看pantry的地面架子和架子的背面 全部用同样的石料做的包裹铺设 这个真的它细节用心 它这个装修不是说 我就差不多面子好看就好了 它真的是面面举到 能修的就是全修了 而且大量的开关 你可以看到它的控制区域 因为那个年代没有的 这都是后来升级的 就你在很多的不同的区域 你只要站在这个空间的时候 你能保证在你站的位置的开关 能控制你四面八方所有地方的这些灯 当然如果它变成现在全数字控的 当然更好了 是不是 对 来 我现在过来 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卧室了 这边有一些小的酒柜展示柜 这个房子可惜也没有酒窖 但它全部都用这种柜子打在这边了 我觉得这种也挺漂亮 很漂亮 因为本身房子就温度非常的好 保持了 对不对 然后这种石墓 它比现在的酒窖要贵多了 这种架子对不对 得亏只打这么小 而且突光一会我们走过去 那边还有呢 这边石墓 从这边上来 一个小台阶三节四节进来的一个地方 是曾经主人孩子的卧室 对不对 对这边是能看到前院一进来的位置 地下的出风口 一个窗户采光 这边是靠阴面 正好因为门口有棵大树 所以稍微暗了一点点 我们走到身后的这个地方 是它的卫生间的地方 那么可以看到进来以后 这边shower的地方 它有这边浴缸淋浴 OK 现在回到了我们客厅的过道 从这边可以看到 大量的石墓的柜子铺设 非常的漂亮 都是真的是石墓 是大石的赛道 故意那个时候的柜子 应该都是每一件每一件 去定制打造的 不是像现在是直接定了一个整piece 我们从这边 这是它前院的一个拉门 可以到前院的地方 这是其他车库的一扇门 因为它是自车库 这有一个门 那边还有一个 一会给大家看 也是很挑高的设计 上面有天井的采光 这边是它的laundry用洗衣房 那是它侧院的门 打开可以去它的侧院 一会我们会给大家看院子 来到这边 这是啥 这是啥 保险柜 保险箱 OK 拿钥匙能打开 当然里面像有贵重物品 所以现在锁着了 它整个后面的空间 就是一个大铁盒子那种 像银行的那种 OK 对不对 当时还跟对方经理人开玩笑 说这是不是收枪 这个收枪小题大才小用了 OK 到这个空间 这边是个卫生间 这边是一个卧室 它是通用的 因为这卫生间有一个门 冲着外面可以使用 我们先从这边进 首先到它的洗澡的地方 可以看到 洗澡这个地方 非常有特点 是不是 稍微淋浴的地方 非常有意思 紧接着我们过来 通过它的洗脸的地方 洗手池 到了它这边的卧室 你看卧室的尺寸 也是非常好 很大 而且这边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落地拉门落地窗 直接看着就是外面的泳池 远处的景观 天上飞机的感觉都飞得低 这个卧室的尺寸也非常的好 我们继续回到这边 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就这个房子最疯狂的一点 我就是它从顶上能看到 有大量的天窗 这个房子真的 你看这边又有 你刚刚你后面也有 对 这个房子 你看房顶上面天窗开的 这个数量密密麻麻 只能用这种方式形容 我们紧接着进来到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打开以后 先是它的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是可以洗澡的吗 可以洗澡的 你看一下洗手池 也是这种黄铜的设计 拉过来里面 这边也是能够shower的 非常好的一个区域 从这边再过来 到尽头 这是房屋的尽头了 它是一个活动空间 或者是game room 对不对 游戏空间的感觉 现在忘了一个抬球桌 然后木质的人字顶的屋顶 全木的地板 这种黄铜的灯 非常有那种老酒吧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很有意思 从这边侧面一些坐的地方 休息 喝点东西 酒 酒 以及这边 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非常的有年代的感觉 然后上面挂着这些小的东西 射灯 一个下面小的模型 非常漂亮 紧接着我们绕到这一侧 还有 这家里要有小朋友的 我觉得高兴死了 是 放在上面 这个是正经八百电影院的那种 怕碰满训 是不是 家里要有这个东西太爽了 同样 你看这边 他还做了一个小的台子出来 是不是 因为他这边完全没必要做这个东西 因为他现在做了一个 这个就变成一个小吧台了 他把这个侧面空间也非常好的利用起来了 然后墙纸 现在真的是没人用这些东西了 但真的 看起来真的是满满的年代的回忆感 我们从这边过来 他的活动空间有一个非常舒服的居住 一个座的空间 他面的位置正好也是后院 可以看到后院的通过这么大的picture window 包括看到前面的侧院 在泳池远处的city都在你的眼下 非常的漂亮 让一个小的 这就不能叫早餐空间了 其实是个小的座的区域 因为他为了serve娱乐的空间 他专门盖出一个小厨房 就是为了服务娱乐空间 算snack bar 对 而且他也用的是built-in的冰箱 sub-zero built-in的冰箱 你是没打开另外几个冰箱 多有东西 这一看就是serve 你看各种调酒 酒各种酒 那边饮料还全 那边更全是吗 对 你都开过了 开 对了 这边还有一cooktop 然后还一个hood 真的是可以做饭 而且这上面又是一个大大的天窗 而且做了一个镂空 对 这个房子从房顶上看到 天窗有点密密麻麻 对不对 紧接着我们从这边出来 看一下他后院的景观 好 我们现在出来到户外的地方 首先出来以后 先看刚才这旁边小厨房 它外面还做了一个延伸吧台 直接拉开门 这边就直接serve这些东西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一个长长的长椅木质的 坐在这边 以及这种小石块铺的墙 还有很多的小雕塑 它这边是不是 对 就作为点缀 非常有特点 那就要是往身后转一点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我们刚才过来的前院 对不对 我们车从那边下来 这只是前面一个草地 这棵树年底也不小了 而且刚才这边有一个卧室 这个就是它唯一的一个客房 客房有它自己的门 自己独立的进出 它和它的主房 是不挨着的 然后转过来 从这边开始就是一些坐桌椅的地方 因为它全部都能看到山下的景观了 因为它是一个7.5英亩的占地 所以它整个下面一直到最下面那条路 都是它的地界 你站到那上面可以说一句 这就是真打下来的江山 太狂妄了 如此狂妄之徒 可以看下面有步道 可以走到下面了 一会有兴趣 我们可以带大家往下走一走 那我们先来看它主要的娱乐空间 就是它的泳池的区域 泳池屋主那边介绍 以前这有一个小跳台的 把它拆掉了 再也不用了 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就是我们侧面这么走 你相机给大家往外走 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画面 泳池 然后后面旁边铺的这些假山的石头 绿色的背景植物 铁树 再往外看 城市的景观 夜景 一览无遗 对 没有任何的遮挡 而且从这个画面看出去 几乎看不到其他的房子 是不是 这个房子地势 基本上是neighborhood最高的了 真的是 你从下面几乎就看不到 你能看到有这么一个房子 但在房子下面 你完全看不到下面那些人家了 从这边泳池过来以后 这边是一个潜水区了 对 专门给小朋友准备了 因为这边比较高 所以它拿围栏围起来了 不让你直接这么跳下去 里面是潜水了 不能往里蹦的 很多座的区域 以及刚才客厅所有的拉门的这边 采光都非常的好 大量的草地 所以要面刚才要用那么多的 大量的花草 在花草的这些碱壁垃圾桶 这边 一个小朋友玩的潜水池 我觉得这个空间特别好 而且那边还围起来了 这边还有一点景观 你小朋友在这边玩 完全不用担心 可以玩一天 对 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 都是潜水 这边还能往下走去一个阶梯 水从那边流起来很漂亮 然后还有这种小的雕树 周围的这些铁树 花的围绕 非常非常的好看 来 今天今天到这边了 我们要为大家多走一点 观众朋友可能感觉不到 这个花香真是扑鼻 直接就上来了 没错 你刚才一说 就从下面一走到后院的开始 我就闻到绿色植物也好 花草给的香气 就扑鼻而来 非常非常的浓 难道这个网球场也是咱的吗 没错 为什么带大家下来 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走到最下面 到时候我们会尽量为大家 给大家看不同的视角 这个房子 不光到下面的网球场 是这个房子的 因为7.5英五 它一直到最下面的 有一条路的边界 都是它的 房子在社区里面 这是一个养马社区 他买了两块地 一块地是在靠上 就是咱们现在看的房子盖地的 另一个是靠下 它两块地合起来 7.5英亩 所以原则来讲什么 下面一条地 从下面那个马路 是有一个接口的可能性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盖一个房子 然后从一个车道 两个房子 对 你可以从上面下来也行 那两个房子共用 这中间的这一大片绿地 这感觉就真太棒了 紧接我们这个网球场 这个网球场 gated gated 网球场 自己家的还gated 自己家还gated 怕球打丢了 是 没有任何的马虎 可以看来进来的这些 砖地面 包括它现在地面的维护 边界线 球网 它已经没有人住很久了 是 你知道没有人住很久 太干净了 它还能打理成这个样子 从那边开门可以出去 因为看不到头 就这个山的那一边 就是树的那一边 还是这个房子的地界 我的天 就以咱们现在平行的视角 其实咱们是看不到地界的 每一端的走 像7.5英亩 你站在中间 咱们相当于站在中间的位置 你根本看不到头了 这边小的观众区域 还有waterfront 还有一个小的饮水池 是不是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储物 我猜这里面会放什么 网球拍 会不会 现在什么也没放 下面的喷罐的系统 因为太大了 这个房子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看 身后的这个位置 这全是他们家 而且你还发现了什么 不要动这镜头 看着那有什么 还没看到 篮球框 对 篮球框 全部都已经被藤蔓爬满了 因为这个场地 我觉得咱们去打篮球的球场 有没有这个厂大 够呛 我觉得可能都没有 这修一个full size的篮球场 一点问题没有吧 关键这是在山上 你要把所有的土弄走了 它在一个山坡 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地 不是为了盖房子 只是做一个网球场 一个interstate 一个项目而已 太可怕了 这等于说地基都给你打好了 你要把全部推完 建个房子 完全可以 来 我们从这边走过来 大量的绿地 这都是他们家的 就是喜欢对土地院的 下面这个果树区域 包括下面一些相对比较平整的 这些pet 对不对 你真的有大量的建筑的可能性 来 教授 你站在我这边 可能给大家能看到一点 你站在我这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镜头 看到那边有一个黑色的车了吗 黑色是靠咱这边 有一个白色的木栏了吗 那是咱家地界是吗 那是咱们家最下面的地界 咱家地界 狂妄至极 最下面的地界在那 这边你能看到 看那边远处一条路 禁设区的路看到 那个草丛 草丛远处 从那条路开过来 稍微转一点弯 就是这个房子最下面的地界的位置 你就想我从这边如果跑下去的话 都得跑一会 对不对 你要从那边爬上来 这山得爬更久 它整个的山坡山头全是他们的 非常非常的大 这儿还是造一个小路过来 是种种花儿种草 没错 这边是从它刚才泳池的另一侧的楼坯 我们可以从这边走上去 然后它这边全部都是用这种 石头铺设的小路 你可以种些花花草草 水果都可以 我估计应该没有人穿个黑西服 往这下面走 这路铺的也很讲究 路面非常的整齐 干净 不像咱们想象的那种临间小路 它都是裂掉 不平 它专门水泥地也好 这都是石头 而且这个 这个香 看在那边种的果树没有 到电线杆子这边 是咱们另一侧的地界 ok 对不对 那是另一家 那家也没少种树 没少种树 我们从这边可以走回到房子的 上面的位置 但这个路你说这么简单 你说我们这走多久 晚上散步不用出去了 不用出去了 对 我这散步就围着自己家的 这个property后院 这个临隐小道 我走一圈 这都够我转一圈的了 而且又是隐私 又干净又好 这小树林里面 干点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这真的是太棒了 不是说干不可告人事情 我说这个环境很棒 真的是漂亮 从这边可以慢慢的上来 你看这应该是 最脚房子最脚 guest house下面那一边 对不对 你从这边我都看不到房子 自家户院就看不到房子 你就根本就别想说下面看得到了 所以你说它为什么要装窗户 没必要 装什么窗帘之类的 它完全就是可能晚上睡觉 遮光怕太亮了 ok 平时就开着就好了 看它地界了 白色的这个 这是地界 对不对 这是它一进门最浅的地儿 它从这儿进门的 所以能够一看到 但下面的地方根本就看不到的 今天正好有很多我们的园丁 在这边工作 干活收拾 这只是它前院的一脚 这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它前院的鱼池 的pump 对不对 在下面的位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水井 打在下面的做维修用的 我们现在从这边绕回来 这一圈 可以看到了 这就是前面那个小鱼池 对 这正江江走了一圈 这感觉比室内的大太多太多了 我们还没太往下走 这一个小平米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Gas Room 门 它和主卧是不通的 OK 独立 完全独立 对 我们站在草地的这个位置 你们可以看一下景观 从这边看出去 你觉得景观里最漂亮 就是这个桌子的位置 嗯 是不是 就跟话一样 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我要是用了这么一个房子 在这么大的树荫下 没有看着景观 这就可以传世了 这个房子 我觉得 这绝对是好退休的property 对 刚才我有没有跟大家说 这房子多少钱 没有 应该没有 现在看到最后的人知道了 猜猜 1000万 我天 但你其实跟我们频道 那这家房子 1000万其实不贵 就跟其他房子比较 你能得到这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地 在这个位置 这个景观 咱们拍1000万的房子也不少了 没有任何一个1000万 我觉得能和这个比 这个占地也没法比 我能说他们有些自己的特点 又有什么漂亮的地方 但这个房子的优点真的太多了 它可以说 它的潜力也太大了 这适合当主宅 做船室去用都没问题 你看这周围 转一圈 就是景观 就是花园 你看我来 我停车的这个地 你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不是杂草重生 你知道吗 它是非常的干净 整齐 有秩序的绿化 这是要大量的金钱和人工 去维护的绿化 它不是随便山上放了一个房子 我就就这么一撂 让它随便野蛮生长 不是的 对不对 那真的是不得了 今天这套房子 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的 能约到和大家 在我们的摄像机前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视频 在这么漂亮的景观下 已经能看到罗兰基的市中心了 终于了解 我们要跟大家结束了 谢谢大家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一定要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自己会尽在 咱们 帮榜 稳 要 就是